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楚国人为了救自己的小弟郑果就开始跟宋国发动了战争 那对这件事情子虞是怎么看待的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没有直接讲 但是在发动洪水之战之前 其实左章当中提到过很多次子虞的话 大概四条 首先洪水之战发生在西宫22年 那么在前一年西宫21年的时候 宋湘公就干了一件事情 因为他一直想要当老大 当老大的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我开会你们都得来 这就是当老大的明确的信号 所以呢21年的春天 他就自己在路上这个地方开了一场会 叫来了两个国家 一个是齐国 还有一个是楚国 大家想想齐国楚国这两个国家 跟宋国在一起开会 关键这个会是宋国人召开的 这事很麻烦 为什么 齐国是什么地位呢 首先齐桓公已经当了很多年的霸主 虽然现在死了 但是余威又在 楚国是国力特别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两国家力都很大 而且不管是齐国还是楚国 人家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很重要的大国 包括大家可能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齐桓公可以去征讨各个国家 因为齐国这个国家的始祖 是我们说风神榜里的江泽崖 就是江上 他作为当年帮着周王打天下的人 他的孩子们得到一个权利 就是将来谁要是敢对我们周王朝不恭敬 我给你这个权利去讨伐所有人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到郑庄公的时候 也说过郑庄公为了去打许国 他必须得拉上齐国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齐国是名正言顺的 所以人家齐国能当老大 这是有原因的 楚国就是不讲规矩 楚国人说我蛮一野 他说我就是野蛮人 我不讲你们这套 你们不服咱们就干 这是楚国人 但是宋国就很尴尬 你也不是个野蛮人 对吧 你在这个正儿八经的人家分封的国家里边 你又没有这种权利 结果你来开会 你还叫来了两个老大 所以当年他干这事的时候呢 子虞就不同意 子虞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小国争蒙 祸野 宋其亡乎 他说你竟然敢跟他们争老大 这是个祸患呢 我们宋将会因此灭亡的 这是二一年的事情 结果宋相公不听 这场会议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今年秋天我们再开一场会 开这场会 我要求所有的国家都给我来 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 结果到了秋天呢 他们就又开了一场会 这场会就在鱼这个地方开了 而这场会上最搞笑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子虞说 祸其在此乎 说完了 你这是把这事搞大了 要出大问题了 因为你让更多的人来参这个会呢 大家肯定对你心事不服的 他说你尤其要注意哪个国家呢 尤其要注意楚国 因为楚国是蛮夷国家 它根本不是我们中原这些手里的国家 对吧 万一开会的时候把你收拾了怎么办 宋相公不听 子虞给他建议说 你最好带着部队去 他说不用 不需要 我是仁义得天下 宋相公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直接被楚国人抓了 抓了之后 好歹后来在冬天 经过这个鲁国的鲁锡公的调停 才把宋相公给放回来 这已经被人抓过一次了 结果到了冬天 把他放了的时候 宋相公还是不知悔改 所以子虞又讲了一句话说 祸由未也 未足以成军 说你的祸还没完呢 你看这是头一年发生的事 结果在洪水之战的当年三月份 郑伯就去拜见楚国大哥 到了夏天 宋相公就觉得 你背叛我们 我就要打你 而他发动对郑国的战争的时候 子虞就说 所谓祸在此一 我说你的祸还没结束 我就知道你还有今天 你还要干这事 我就怕你干这事 所以其实这个洪水之战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 子虞已经先后四次提过大祸临头 所以这个真正的开始了洪水之战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除了宋相公之外 很多有见识的人都是不同意的 包括子虞还包括是谁呢 这个人叫大司马 当然司马跟大司马其实不是一个官职 大司马感觉比司马的官职还要高一点 关于这个大司马到底是谁 一般有个争议 有人说大司马就是子虞 但是也有人说子虞只是司马 不是大司马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查到 这个大司马呢 就是宋庄公的孙子 叫公孙顾 所以在这里边叫大司马顾 建约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大司马就是子虞 那个顾是坚持的意思 说这大司马坚持的劝建道 我个人是更赞成 这个大司马就是公孙顾的 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名字 叫公孙顾 而且就是任宋国的大司马 那公孙顾呢 当时就劝这个宋相公 说你别跟人家楚国人打了 你不要再想着称霸了 我们宋国不可能称霸的 为什么呢 后边的理由就是 天之弃伤久矣 君将兴之福可赦 他说上天已经放弃我们商朝太久了 放弃我们商人的血脉太久了 已经有五百年过去了 你还想着重新当霸主 这怎么可能呢 你把这心死了吧 结果宋相公不听 当然宋相公为什么不听啊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就后来有人考证说 因为在当时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叫做五百年后 在宋国会重新兴起一个圣人 带领大家 对吧 就是重新复兴这个族群 结果宋相公就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圣人 他觉得你看 对吧 我正好是这个商朝灭亡快五百年了 这个五百年后圣人应该就是我 我就准备带着我们这些商朝的移民们 我通过仁义之师 对吧 把他们都给拢过来 然后带他们一起复兴 那复兴的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让大家开始开会 大家当我的小弟 然后我们在会上制定一些政策 不许干什么 不许干什么 这是他的一个很幼稚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呢 其实放在今天来想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里有点悬 就为什么说天之弃伤久矣 他就一定当不了老大 其实是因为 周朝的统治是分封治 这个分封治最重要的 分哪些人 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人是周天子的各种各样的血脉的兄弟 叔叔 伯伯 侄子这些人 也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还有的呢 就是当年在跟商朝人作战的过程中 立下汉马功劳的 比方说像江子牙这样的一些人 封这些功臣 最后不得已封了一拨人 这拨人是谁呢 这拨人是当年被我们打败的敌人 我们为了显示我们自己非常的宽容 我们也给他们封几个国家 而且面子上把他们捧得高高的 像宋国还是一等公爵国 但这只是周朝人稳定人心的策略 最后这些国家最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推出一个霸主 是当年被我们打败的那个人 这是不可能的 给你个国家就不错了 你还想要当霸主 为什么齐桓公可以当霸主 晋文公可以当霸主 甚至秦木公都可以当霸主 那是因为这是我们当年 给周朝立下汉马功劳的人 你们宋国人先祖是什么 是当年被我们周朝人揍的人 你怎么可能当霸主的 所以这个想法是非常幼稚的一个想法 只不过很明显宋相公还没有看懂这一点 那大司马顾呢就劝他说 天知弃伤九语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当霸主的 你放弃死了这道心吧 不听 执意要打 于是呢 就跟楚国人在洪水这里开打了 然后这场战斗就打得特别的搞笑 怎么个搞笑法呢 我们来看啊 他说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既 宋人率先来到战场 而且已经摆好了阵型 这是具有先发优势的 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而当时的楚国人因为要过河 要过这个洪水 还没有完全渡完 这个计就是完成的意思 第二个计呢 就是渡过河流的意思 也就是说 楚国人有一部分军队上岸了 有一部分军队还在水里 这个就涉及到了孙子兵法当中讲到的 什么时候攻击敌人是最好的呢 如果在这个过河的这种战役当中 叫做半渡而机之 就是他只要过河过到一半的 有一半人来了 有一半人没来 你就上 就打他 这样的话呢 他会首尾不能相信 就很麻烦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攻击时机 于是司马 也就是子鱼 就劝他了 他说比重我寡 首先你先认清楚 人家楚国人的实力是很强大的 人家的军队比我们强 我们的军队很弱 那我们应该怎么打呢 我们就应该趁着别人现在还没有完全过河 这个最好的时机请机制 如果宋相公采取这一条 也许宋国人就能够打赢 但是很抱歉的是宋相公说不可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这么好的战机 你为什么说不可 当然我们前面讲曹桂伦战的时候也说过 在战场上真正在打的时候 大家是不会去解释太多的 一般是打完了之后 才会去解释我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这个攻将骨之跪约不可 其人三骨跪约可以 但是为什么当时不解释 事后再解释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结果这个子鱼就一头雾水 说为什么不打呢 只说不可 好吧 那继续观察 结果等到楚国人全部都过来了 然后就开始整队摆阵型 还没有摆成阵型的时候 子鱼憋不住了 子鱼说赶紧的吧 最后的时机了 等到人家成了队列了 你就不好打了 又一告 公约未可 说还不行 那什么是真正可以打的时候 在宋相公看来 叫做既阵而后机制 就是等别人 把阵型都摆好 把刀都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宋相公说 咱们打架的时机到了 结果是什么呢 只讲了四个字 宋师败祭 被揍得很惨 惨到什么地步 后面这个句子就已经告诉你 宋国人有多惨了 一叫做公伤骨 骨在文言文里面是大腿 不是屁股 作为一国之君 自己的大腿被人射伤了 第二叫做门官兼严 门官是什么人呢 就是平时在王宫里边 给宋相公看门的人 这些人在战场上就相当于要做宋相公的左右贴身保镖 也就是说这场战斗打的不但宋国军队大败 宋相公几乎就没命了 他自己的贴身保镖全部被干掉 他自己的腿受了重伤 而且这场战斗打完之后第二年宋相公就死了 跟这场战斗当中受的重伤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子虞告诉他有两次发起进攻的特别好的时机 宋相公一次都没听 我们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说不行不行 结果我还以为他结果能够打赢 没想到的是输得非常惨 被人揍得自己都已经快没命了 那么到底宋相公是怎么想的 大家都不明白 宋国人也不明白 子虞也不明白 大家就问宋相公你怎么想的 并且大家都非常的愤怒 大家觉得很可惜 就开始怪罪宋相公 都是你当初不让我们上 宋相公呢 振振有词 他觉得我没有做错 做错的不是我 至于宋相公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讲 就听到我来说 这一会不会过还没有 就等会儿啊 跟賣定了 1月1号 3号